非洲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年多来这条延伸至非洲大陆的合作之路亮点颇多 今天的全球智库看中国环节 我们专访的嘉宾是埃及前外交部长助理西夏姆仔麦提先生 请他谈谈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有哪些令他印象深刻的中非合作项目 第二届论坛将给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哪些发展契机 中国一直是非洲国家的忠实伙伴 不断在非洲国家的发展项目中伸出援手 以埃及为例 这两三年来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我们注意到 中国在基础设施与工业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多 比如现在埃及的纺织与服装项目 还有中国华晨汽车将在埃及进行组装 在中国的帮助下 我们建造了从蒙巴萨岛到内罗币的火车 还建造了从亚地斯亚贝巴到吉布提的火车 我们在农业领域也开展了合作 发展中国家很想借鉴中国的先进经验 中国是7亿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 贫困人口基数庞大 需要学习中国的先进做法 此外我们认为 非洲需要的是贸易 而不仅是援助 中国非常赞成这一观点 认为我们应该开展共同投资与贸易 特别是基础设施 工业 农业 交通和通讯领域 中国相信非洲的青年力量 中国的朋友们深知青年是非洲的未来 很快 非洲青年人口将达10亿 中非合作在埃及开展工人的培训 从而生产出优质的高科技产品